这烤个啥玩意儿 以前屠龙刀 以前屠龙带 带鱼 这鱼还没拆开 手割了 手先负伤了 被那个鱼牙划上了 疼着我了 终于拆开了 刚才就被这个地方 你看这个牙 这么厉害啊 我看看多长 我还没见过 吓了我一球 多少 一米四 你过来看看 是 真好一米四 你看这个鱼 再长长就好超过我了 还差几个公分 晚上要吃这河豚吗 对 河豚 我可不敢吃 来来来 好我是小朵 那个 大雪这部前两天检查吗 说缺蛋白了 缺阴影了 我把我珍唐多年的鱼给拿出来了 这小袋鱼真没舍得吃啊 就先给它做 看 看保存的还是这么厚 以前都没变色 是不是看这个鱼新不新鲜 就看这个上面这个 这层银色的 鱼它叫 它叫鱼 但是这个鱼跟那个鱼不一样啊 这个好鱼当然要好人做 老牛上 你这个坏人让开 我不行 我要做就做做不好了 不能浪费 这个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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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鱼太平了 把这个鱼加剁去吧 我先把这个鱼炒一遍 哎呦 对 剪黑了 嗯 爽 没法下手锅 下不了手锅 最好吃的是哪一段 大家介绍一下 这一段 就前面这一段是吧 嗯 就是肚子 这一段 是带鱼最好吃的 肚子吃得太多了 但是那个肉 这个鱼太大了 弄半条就可以 这 还有一大倍 太大了 这个籽 嗯 鱼籽 还有 看这一块 这才是带鱼段 嗯 这是传说中的带鱼段吗 对 我吃这一块就够了 嗯 一块也吃不上 准备好了哈 这鱼是不到一半啊 不到一半 你看就一小盆 一块儿 多了 辣椒 嗯 今天给红烧一下 大学说想吃红烧的 红椒炖辣椒 OK 就这么简单 开始 主要是这个镜王 这个镜王必须要 嗯 烙上醋 不要酒 烙上82年的大带鱼 呵呵呵 烙上醋 烙上醋 现在就等到把这个汤啊 一直煮 煮干了 不能说完全干了哈 煮到快没有的时候就熟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要踩一肚 嗯 这个瓜就跟你肚子一样的 没有 我还没摊那么大呢 快给朋友们看看 他们都想看我的肚子 算了吧 足了 好香呀 这是半条鱼 在大门里老婆吃一遍 今天咋全给吃了 吃不了太多了 我估计一个人吃一块就差不多了 对不对 嗯 咱尝尝这个一遍 吃多了也不行 太腻了 白滑滑的 有点辣 啊 这肉很劲道啊 嗯 跟小带鱼不一样 高蛋白 一人一块 你看看啊 这些一件人都吃不了 对不对 我吃这一块 这一块就行了 对啊 最多一个人也就吃一块 这个 太大的这一块 嗯 哦 你看多大呀 这一块啊 这小鱼好贵 这小鱼是当时在渤海那边捕捞上来的 是我爸出海的时候啊 在渤海那边捕捞上来的 渤海 嗯 在渤海那边捕捞上来这么大的鱼 就特别特别贵 只要是东海 低南海这么大的鱼 我爸说我就不要了 就是因为在渤海捕捞上来的 所以你一直没舍得吃 一直没舍得吃 很少有这么大的 我怎么瞅着 这两个人 吃不动吗 这两个人这一块就吃不动了 哈哈哈 主要吃 它鱼里边其实也有油 然后吃多了也 也挺腻的 嗯 它这这边海鱼的 这个带鱼吧 它又这样 它这个肉厚 这厚里面有油 香 泡蛋白 这是 不禁不禁吃不上了 真的 两个人这一块都没吃上 哎 这家块是你的 肉太厚了 太过瘾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拜拜